我今天做这个视频 我要把我嗓子治好 刚才我已经喝了一药了 我待会记得喝药 刚才我看了一个 新加坡总理 李总理的一个视频 他们可能新加坡要逐步的翻开 完了之后 慢慢的要想办法 可能换一个策略 可能要与病毒共存那种的 我也不懂 我看了这个视频 我觉得挺好 所以我就觉得 天下华人是一家嘛 我就发了那个视频 我发了那个视频 后来 我今天我在熬药呢 我在熬药呢 为了少点让大家觉我恶心 我在这里给大家道歉 对不起 我不怎么抽烟 你们不用跟我说 先我再健康 我一天可能就一两根都不到 可能一个礼拜 说 东哥 那乌画杆MAT呢 我抽的也不多 但是喜欢吗 那个味 我的嗓子不是那个造成的 跟那个没有任何关系 我嗓子十年了 我大喊大叫 完了 火大 就是这样 这回 宣武医院 一个朋友 医生 兄弟 让我去看看 我就看看 没想到他是中医 我真没想到 他让我去看 我就看 看了点药 让我吃 我说行 反正我一想吃中药吧 治嗓子的 应该吃不死人 所以我先吃呗 死马当 活马医 大家看我 这种疫情的事 其实我说的不多 我也想 不想惹事 白爷刚出来 秋时在青岛 我都跟他们说了 少说 东哥在这方面 还有点影响力 少说几句 完了 也刚跟歪嘴哥 钻腿兄弟 他比我小 我也说 我也跟他提醒了 少说兄弟 我说 先活着 安全第一 但是今天 我又看了一个 这个视频 看完这个视频 一下子我就 我就受不了了 我就受不了了 完了 我觉得 我就要做这个视频 我说我的心声 别管以后 因为这个视频 会发生什么事 我也不敢反对 不敢 不敢说什么 不好的话 但是我把一些 身为父亲亲人的话 我想说出来 他先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说呀 为什么看这个 我儿子三岁 瞎聊啊 瞎聊 我就想说呀 今天我回答呀 油管网上 很多 就是脑子 不知道缺点什么的呀 问我 原来我还不敢说 你不知道吗 他们问我什么 说东哥 你在中国多好啊 啊 这防疫 防疫这防疫那的 防疫 难道咱们中国人比那么少 你看见他妈的美利国 一天就几十万 一天他妈几十万的 操 都快完国了 你他妈的 你还说他们不错 你他妈的外国贼汉奸 我当时听了之后吧 我他妈就琢磨怎么骂 那帮傻逼 我就怎么琢磨怎么骂 我昨晚半天 因为我在国内 你们知道吗 二舅老爷都盯着我 我就不敢说 我昨晚半天 我今天看这个视频 不是 主要是他妈的 他喊爸爸的时候 你们知道吗 他妈的 我就说不了了 我就告诉 告诉那帮人啊 就是那帮人问我的 我告诉你们啊 我有三岁的儿子 如果有一天啊 如果呸呸呸不好听 他变成这样的孩子 变成这样 被他妈的 包裹着起来 你们知道吗 包裹起来 完了 做父母的 又看着孩子 被带走什么的 我告诉大家 我肯定不干 我当时拥护啊 你们知道 我拥护 我干嘛 我申请 我说 把我弄进去 一块 你没得 没得我也得 我认了 你们懂啊 就没得也得 好了 我就回答哈 说那些 说美丽国啊 跟我们这边的区别 我就很简单啊 就说 那边啊 我不说那边多好啊 那边不好 那边特别不好 我要说的就是人性 咱们这儿要有人性 那边呢 也要有人性 只是那边呢 可能人性呢 占据主导 所以为了人性 而适当的放开 那边也 也得戴口罩 那边该封的地方也封 但是那边 我我几乎 我看不到会有这种事出现 你们明白吗 就是人性 明白了吗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说不一样 和许晓东 你安的反什么 我没有 我就在国内 我踏踏实实的 我孩子如果这样的话 我没别的 我就请求 让我一会儿进去 你们懂吗 所以 在国外的 有关是很多人啊 说话 你们大口头就说 大口头骂 完了看 说需要从你这个 窝囊费 对 特别窝囊 活着不容易 这疫情 我们也老老实实的 但是再这样 我要把这个视频放出来 就告诉那帮 老问我 这个愚蠢的问题的人 我说起码你要是个人 起码你要作为人 你再考虑怎么去防疫 怎么去防疫 你要你是个人 你做了人 你再考虑防疫的事 而不是什么都一刀切 什么都是一刀切 你明白吗 我都不说 什么把门锁了吧 我都不说 不让进医院 什么心脏病死了吧 孩子都在 这些我就先不说了 我就说出来的孩子 你知道吗 成了形的 好吧 在这里 他们说东哥呀 你刚才我发这个 旁边一哥们 瑞瑞 小冬 你别发这个 他妈的 那么找你 我说啊 我说 二舅老爷们啊 因为你们这个找我 我能跟你们道一歉 但是我还得发 我不撤 为什么呀 你们也有孩子 你们也是过来人 我不反 我什么都不抱怨 我就说干什么事的时候 得有人性 对 我没说这不好 这挺好 特别好 美丽那边国呢 也挺好 我只是觉得那边吧 像这种事呢 可能发生的会少一些 我没有说 那边 没有这种事 那边还枪杀呢 对吧 那边还抢劫呢 都有 我都信 但是 我想有个人性 你们明白吗 所以问我很多 骂我很多人 说这他妈的 你怎么不看那边 倒霉这个阿娜呢 首先我要说 有些时候 我宁可被打 宁可被抢了 我要有人性 不好意思啊 今天我都不知道 他妈的要说什么 反正 其实我思绪挺清晰的 但是 每当我看这个视频 我就崩溃 我就懵 什么意思 每个时候 大家你们都会突然 心里有这想法 这要是我怎么办 好 我告诉大家 如果没有孩子的人 你们不用看我这条视频 不用看 不用看 对你们 你们没有感觉 如果有了孩子 不管一个 两个的 你们看了这个 我相信 如果你是人的话 不管你是左派 右派 不管你是支持这个防疫 还是 还是支持 那个共存 还是支持清零的 这种的 社会面 死亡 什么清零的 我都不管 我要跟你们说的是 不管你是哪种人 首先你要先是活着 你先是个人 之后 如果你是父母的话 你就应该知道 很多的答案 明白吗 所以我现在看这个 你看我 不知牛逼 挺挺高兴的 不说话 或者什么 我就不怪了 就看这个 这音乐不提 就他妈听这句话 你知道吗 就听这句话 一下子我就受不了了 刚才我高兴兴的 就崩溃 我还那句话 我什么都支持 什么都拥护 如果你到 到我这 我的孩子不可能 谁拉都不能 我弄死谁 我就告诉大家 我必须给我孩子在一块 说你没得就走 我去你 我就得了 你懂吗 我拥护我支持 我得了 我一辈子 所以我说过这视频 不是父母亲的 别看 别看 是父母亲的 看吧 就希望你们 什么孩子 我唤起良知 不管是 你们在事业单位 给他们干事 给他们卖命的 或者说二舅老爷 什么的 我还那句话 希望你们做事 做人做事 有人性 我也希望 给你们工作者们 我知道你们 累你们忙 但是还是那句话 你是管理者 你带着红姑 你带着袖章 你是被管理者 你是普通家庭 你是时荒的老人 你是生在 生在强宝的孩子 都是人 人他妈要有人性 就像周永迟 电影里的 人是人他妈生的 腰是腰他妈生的 他腰也是腰他妈生的 对吗 腰有人性 所以我 我我我我 你孙小冬 你发这视频干嘛 你是要反对吗 不是不是不是 我我我 我用了晕 我就告诉大家 就是要有人性 要有人性 你不管你是执法者 还是你是被管理者 还是你给执法者 打工的执法者 你们办事的时候 要有人性 什么强拆 这个那个 我觉得可能 对我触动 都没有那么可怕 因为我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当时看到这个的时候 孩子果成那样的时候 要被去隔离 卧槽 卧槽 我就觉得 卧槽 这个世界上 没有 没有任何人 和师傅 他们让我跟孩子 分开的 就是让我们 被迫分开的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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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吗 就也以后也不可能有 以后也不可能有 我都没传染上了 我也认了 唉 好了 所以今天我这个视频呢 就是告诉大家 要有人性 我为什么要发出来啊 我 我真的 这个疫情这么久 我没有被别的事 太多的事 所感染那么严重 当这个时候 我操我有点崩溃 所以我要发我朋友圈了 我朋友圈 1874那个 被他妈限制 朋友圈了 没关系 不欠我七天 限制七天吗 其他能发 我就发 你 你们都把我限制了啊 微信你们管理员什么 这办 那办的 跟我翻了 无所谓 我他妈还发 因为我什么 我他妈是 我有人性的人 我发这个 就表明什么 包括这个视频 向全世界表明 我学校东是个 有人性的人 你别看我整天 骂骂咧咧咧 打这打那的 我再坏 包括我打你们传统武术 假的东西 你们他们的传统武术 假的 你们恨我 恨死我 无所谓 但你们也是爹骂 对吗 如果孩子遇到这种情况 你们这帮骗子 你们是帮我被我打的人 你们怎么办 你们一定会 义无反顾的保护孩子 这就行了 这就行了 这就是我 我要说这个视频的关键 要人性 现在好点了 就这视频不能 他妈的看到 而且不能联想 我刚才 我坐在这 做这个视频 我说我想 我他妈的 要做这视频 我要冷静 我就冷静 但我想没戏 但我看见这视频 我一定受不了 但我要播出来 为什么要播出来 明白吗 不是博得你们任何同情 也 我不需要 但我要发这个意思 告诉每个人 你再坏 你再流氓畜生 什么这那的 你再坏 你要有人性 在于人性面前 在于人性面前 你们是什么样的人 怎么展现出来 我就知道 我是什么样的人 现在晚上了 都几点了 凌晨一点了 十一月 一月十三号 礼拜四 一月十三号 礼拜四 中药 大 我 跟 那帮老说 我嗓子不好 对不起 其实我总觉得 我神经质的 有时候也没事 肯定是苦的 好苦 好苦 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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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熬的 熬了四十多分钟 熬了四十多分钟 喝了 孟婆灯 我就是感谢 感谢能看我这个节目的 觉得薛小冬好恶心啊 但是有些时候大家能捏着鼻子还能看我的我特别感动 我嗓子我也赶快好或者不好的话尽量压抑一下 我感谢大家 我感谢大家 觉得我特恶心 那实在对不起 给您添堵了 你就别看我视频 但我一会一样的祝福你 关键就是能他们坚持看的兄弟们 我操你太牛逼了 我爱你们 我感谢大家 嗓子我也想 我也想好啊 我也想好啊 冷静一下 冷静一下 奥运会啊 很多兄弟说让我说冬奥会的事 说实话 我现在正找一些朋友们问 看看能不能有机会呢 08年我没有看过一场北京奥运会的比赛 我很遗憾 所以我希望 22年的时候能看一场冬奥会 我想 张家口什么的 可能我去不了吧 在家疫情 但是 北京的 北辰的那边 就奥运村的 一些馆 我觉得可能有戏吧 这是我觉得 但是 现在我所听说的就是很多票呢 很难搞 一般都是 国有大型的企业 员工才有资格 像我这样的社会老百姓 可能没有资格 我不是胡说八道啊 这是 我听一些朋友跟我聊的 必须是国企的一些的 机关的人 完了有充足的时间 还得每天有核酸 还得上班和加一条线之后 隔离 就不能去哪什么的 完了之后 哎呀一堆 说东哥 这么多条件 你行吗 我说 如果能让我看一场冬奥会的话 我觉得我 我挺高兴 挺值得 我尽量去满足吧 他们说 那你得等 现在来说可能选 但是呢 这个政策呢 有可能会变 我衷心的希望 老百姓 爱体育的我 有机会能看一次 能看一次冬奥会 不出北京 就在北京里头 看一次冬奥会 啊 我也呼吁 呼吁 别来北京 就是全国各地的朋友 为什么呀 万一这个什么 奥秘克隆有什么事呢 造成感染 这个冬奥会也添麻烦 所以希望大家 不要来 对不起啊 我带喝药 中药 我不知道 全国医院那哥们 是中医 我都去了 那我开了 你知道吗 我得 我得给人面子 东哥嘛 我是花了钱的 放心啊 他的叔叔花钱 买的五副吧 我得喝 我喝好几起 得喝 十起 还多少起 完了 有什么效果 会跟大家聊的 今后 我也会 时刻的克制自己 尽量不给大家添麻烦 不给大家添堵 完了 但是我希望 如果有机会 大家 给别人推荐 陪伴东哥的视频 因为 很难得 我真的是那句话 很难得 国内看不见的 有人说 修耀东老咳嗽 老他妈的 卡弹真恶心 你就告诉他 东哥向你先道个歉 对不起 东哥正在努力的改 但有些时候 东哥说的一些内容呢 还是 还是挺能 值得让大家 可以听一听 和分享的 嗯 就到这里吧 我 我 我好久 没那么感动了 嗯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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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爸